好 做完了吗 只要做一次 请问你的标题 是不是全部都改成 你希望的标题了 对吧 你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的资料 可不可以来自pdf档 可以 可不可以来自ecell ecell你们有很多人 做那个表头 他做合并 合并那个表格 你可能要请第一 请第一列 作为标题 这个动作 可能要做两次或三次 都OK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吗 只是这个档案 你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好 那刚刚做两件事 刚直接你 你做这个功能 他做两件事 第一个 将标题升级 本来是不是你的第一笔记录 对不对 作为标题 所以他一定要先把原本的标题给删掉 然后把第一列的记录提升变成标题 标题是不参与计算的 标题列不是记录列 好 所以第一件事 他说 他先把就是 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头 他就是以 就是标头升级 再来 以便跟类型 有看到吗 给你们看一下 他做了这些 刚刚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做这个 如果你不想看 也无所谓 我只是告诉你 这是以前我们写程式 是要写这样子的内容 以色尔的那个函数 就是这样写的 可以吗 然后呢 现在以便跟类型 就是所有他的类型 全部清晰都是文字 为什么 因为你的档案来源是CSV CSV它就是文字的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Type Test 是全部都定义为 每一个栏都重新定义 都维持文字 既然它就是文字 有看到吗 虽然你看到表面 它是数字 但事实上 它把它定义为文字了 好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成功的做完了 所谓的一个标题列的定义 好 定义完毕之后 麻烦请点常用 底下这边有一个关闭定套用 关闭定套用 好 一 请点常用 二 这边是不是有关闭定套用 关闭定套用 二 请点这个关闭定套用 建议是点上面这个图示了 然后 什么叫做 那个 检查 检查它的栏位名称 有没有改成正确 好 请看 你这边的栏位名称 是不是就变成 标准的那个栏位名称了 现在这边还有别人 第二点 能不能 说 节目 提前 来 erie